蒜頭大球是人家破主持和六甲鄉重要的球 甚至鄉親歡迎蒜頭大球較久 叫面路看又不久 火車是這麼危險 常常發生車好 經過府議長代言力 當年的政策 還有立委和民意代表 共同的打拼之下 新的蒜頭儘管大球 會在今年十月發報室作 今年十月九十九年 連三四年都提案 一定要把這個球 要把它分開 因為這個關係就是我們地面的安全 真正就是中央企業的補助款 我們自己的環境又變得越來越 所以未來 這個球做好之後 我們就會由破主來到六甲 我們這個交通安全 就會大大來提升 最重要的 這次也感謝 這次的設計非常漂亮 配合到我們國共南米 這個雪藏橋 相信 這球做好之後 未來一定也會帶動 到我們破主到六甲 的觀光的經濟效應 這組的未來是我們嘉義館 第一做的這個雪藏橋 採用布公青花池的造型 的設計 未來完全會變成我們嘉義館 最重要的一個地標 府議長說 這條新的大球 會穿成國共南米 變成是破主六甲 台北的新地標 未來也是正在國共南米 重要道路基因 會把舊的救命 特觀變成是十八公車 並且設計變成是有 觀光價值的新地標 來促進地圈的歡迎 台南新文 黃沛宇 蔡鳳報道